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都是很懒散的啊 这个越南啊 这个你也不能说他懒散 应该是 越南是个母系社会 越南我去过7次 那越南有一些男生啊 真的就是靠老婆在养 真是没有错啦 母系社会女人都很难干 那 不过越南这个国家是这样 因为他也是广义的儒家文化圈 事实上东亚地带 我们说整个亚洲 发展的比较好的都是跟儒家文化圈有关 比如说日本 韩国 大陆 台湾 香港 新加坡 那现在又加上了马来西亚的槟城 马来西亚的槟城 很快就会变成一个 最新的半导体工业区 那边也是华人为主啊 越南广义讲也是儒家文化圈啊 因为历史上以前还用汉字 对不对 他是胡志明之后才把汉字给废了 所以我基本上觉得儒家文化圈的基本的 这个文化价值还是会传递下去啦 比如说重视家庭 那重视让小朋友读书 那重视团体的纪律 这些都是基本的价值啊 我认为越南应该也有 所以在过去事实上 他也有一段经济发展的蛮不错的 那目前他跟美国的顺差也高达1000亿美元 所以坦白讲也发展的不错 可是会跟上中国嘛 我认为非常困难 因为越南有几个基本问题 他没有办法克服啊 第一个就是基础建设 越南的发电 还有这个铁公路建设 我认为问题很大 这个牵涉到 他内部的政府的能力的问题啊 我认为 越南政府一直给我感觉 并没有 统领全国的 像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 可以很快做出 这个一致的决策这样的能量啊 比如说中国大陆的高铁系统 从四横四树变成八横八树 就在短短的几十年内 这个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越南啊 我很早就去了 到了现在都已经过了快要20年了 连胡志明到河内 一条高速公路都没有 那更不要说高铁了 都盖不出来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牵涉到沿线的 真谛的问题啊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啊 那不是土地都国有吗 怎么会不能真谛呢 因为你就是都用大陆的角度来思考 越南啊 因为它的战争的过程很惨烈啊 所以就诞生了一大堆革命的遗嘱了 那这些革命的遗嘱呢 在各地坦白说都盘踞了一定的势力啊 所以当从河内要拉一条高速公路到胡志明啊 就牵涉到会碰到革命遗嘱土地的问题啊 那征收的过程非常的辛苦 那还有越南事实上 并不是像中国这样 一样是共产党喔 可是中国大陆大家都知道 共产党大概就是拍板就定案了 越南不是这样 越南啊 国会议员虽然是共产党 他跟行政部门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制约关系啊 还有工会啦 中央跟地方政府啦等等啊 所以我觉得他的 权力协调跟民快的决策的能量 也比较差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本身的啦 就是 比较早以前中国就建立了整个工业体系嘛 那因为中国大陆的工业的产能 比越南大太多了 所以很多这个越南有一些工业的用品啊 到目前为止还是直接从中国进口反而比较便宜 因为中国大陆不只制造的量大 那采购也便宜 那基本上他已经产生了规模经济 那甚至还有相当部分的自动化 那这个都造成越南很难跟中国竞争啊 比如说我 我记得我去胡志明的时候我就发现啊 越南有两个很大的 这个胡志明啊 有两个很大的传统市场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传统市集啊 那里面卖的东西几乎都是中国货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说越南不是工资更低吗 为什么不自己做呢 那越南人就跟我说没有办法竞争 那比如说我随便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发电 你就要买那个铜线吧 那有那个 揽线的问题啊 那揽线 越南也是直接从中国大陆进口的 因为中国大陆 他就是量大 就比你便宜啊 那比如说我们说他开始发展电子业 那电子业有没有产生 电子零组件的聚落 厂商 本土企业 也没有很多的 电子零组件的采购还是到中国去采购 所以我认为不太可能啊 我认为距离还蛮远的啊 就是种种原因啊 所以我认为基本上追不上啦 可是当然在中南半岛 已经算是相对不错了啦 因为 因为他的基础很低嘛 他现在大概是三千多美元 大概接近四千啦 大概是这样 他最近追过了菲律宾 大概是这样 前东非部一 亮哥怎么看美国正在炒作的 沙特与911有关联的新闻啊 这个坦白讲在当年就已经传出来了啦 就说 因为我们知道911跟宾阿登有关嘛 那宾阿登就是沙特阿拉伯人啊 就是沙特人啊 那他是 他的家族是沙特当地最大的建商 那 那 美国人当然会强烈怀疑啦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在911发生之前 美国的航空股被放空啊 到底是谁放空啊 那有些人就认为是中东的主权基金 或者是 沙特的某些有钱人 那他们大概知道 毕阿登即将干这件事 所以就去放空 美国的航空股 结果爆赚啊 爆赚 911发生之后 美国的航空股真的是大跌啊 所以 有人就做这样的连结啦 说跟沙特有关啊 这个你很难去说没有啦 因为 毕阿登本来就自己就是沙特人啊 沙特阿拉伯人 那他的家族在 沙特地区旁根错节啊 可是你不能够说跟沙特政府有关啊 这样就扯远了啦 应该是 跟宾拉登相关的沙特的金主们 个别的人事有关啊 这个我认为是 是没有错 可是你要说 协助筹划 帮宾拉登去搞成这样的一个恐怖事件 我觉得这个就推论太远了啦 因为宾拉登 派到美国 坦白讲那些人驾驶飞机都是在美国学的啊 那他们很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 都是在 英美地区拿到了硕士啊 工程硕士 然后志愿当劣士啊 然后要去 航空学要去学开飞机啊 这个我不认为跟沙特政府有关啊 这个就扯太远了 可是 沙特有部分人士早知道消息 我认为这个有可能 大概是这样 守护浙国佛跳墙 老是听到说 中国促成了沙特和伊朗的和解 到底是做了什么事呢 亮哥可以讲讲吗 大概是这样啦 中国大陆是沙特最大的买家 大概在26% 也是伊朗的原油的最大买家 大概是25% 那坦白说啦 你说顺利派跟什叶派有必要这样继续斗争下去吗 让以色列 变成渔翁得利啊 让美国在 两国之间来挑 挑拨啊 事实上 中国大陆早就听到了不同的意见啦 可是 沙特跟伊朗没有管道来处理 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需要有一个管道 而且这件事非常的离奇啊 坦白想到现在为止 我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的佩服 中国大陆操作这个事情的过程啊 因为这件事情呢 就是沙特跟伊朗 突然之间和解啊 而且跑到北京见面啊 连美国CIA 以色列摩萨德 事先都没有得到任何讯息 所以我 当然就这样推论啊 就是两方协商的过程 很可能根本就是在中国来谈啊 所以很可能就是 透过沙特驻中国领事馆 伊朗驻中国领事馆 用这样来接触的 所以为什么以色列跟美国事先都不知道 所以你说中国到底做了什么事呢 中国当然就是 跟双方讲嘛 说你们再这样继续打下去 不符合你们的利益吧 那你造成了这个伊朗在 阿拉伯半岛的民兵啊 聖城旅啊 双方的伊拉克的 叶门啊 那一天到晚跟 沙特的外围势力在那边打仗嘛 这有意义吗 我觉得 那这种思考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啦 我认为伊朗跟沙特内部也有这样的人 那我认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变数就是 小沙拉曼崛起 就是他成为王储啦 这个MBS啊 就是这个小沙拉曼 我认为他是核心 关键 就是他决定要这样做 因为如果是老国王啊 就没有机会啦 因为老国王跟伊朗就是从1980年一路斗争到现在 所以关系非常不好 可是小沙拉曼 这个王储啊 沙特的王储 我认为他是有雄心壮志的人 事实上这个小沙拉曼今年大概只有40岁 他如果真的登基啊 他治理沙特恐怕会有20到30年 那他当然会去想一些问题 所以我认为大概是这样 就是小沙拉曼要接班嘛 然后呢中国大陆的想法一下就 让他能够接受了 觉得没有必要顺利实业在这样永远斗争下去 然后双方可能是透过中国大陆提供的地方来见面 所以美国跟以色列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 这个坦白讲未来一定会有人写书的啦 因为这个在二战之后的 国际外交史上是一个大事啦 竟然可以躲开美国跟以色列的情报系统 简直匪夷所思啊 而且一旦成局之后 就迅速造成阿拉伯各别国家之间迅速的和解 比如说包括叙利亚跟沙特啦 埃及啦跟叙利亚啦等等 一大堆国家就开始和解了 那伊朗啊要开始派大使啊等等 然后还中国大陆还做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情 就是由王毅啊 请双方代表啊到北京啊 然后组成了一个三边委员会 我觉得中国大陆做这件事真的非常的聪明 因为他知道如果放任他们两个去搞啊 搞不好还会出问题啊 早晚又出矛盾 因为仇家很多啊对不对 所以中国大陆在这里扮演呢 他是帮这件事情背书 而且还参与其中 来当和事佬 用一个三边委员会的组织 来稳住这个关系啦 所以 中国大陆真的是做了不少事情啊 大概是这样 新I78 235775 亮哥怎么看大陆对外国的免签政策 是对外国媒体抹黑中国的反击吗 没有错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聪明的决策啊 就是 我就决定 我对自己有自信 我决定让外国的年轻人来大陆看看 让你知道中国大陆的真相是长这样 那 你就知道你们国内 对中国的抹黑已经到了多离谱的程度啦 比如说举例啊 外国的年轻人就去了新疆啊 他完全感受不到维吾尔人被压迫啊 因为新疆到处都是维吾尔文啊 那你不是说他被压迫 我跟你讲 新疆的地铁还有维吾尔文的标示啊 所以我说你这要怎么解释呢 然后 维吾尔人 这个Bazaar 就是他的市集啊 到处都是啊 然后也没有说买不到古兰金啊 没有没有这种事啊 而且新疆的人均所得在增加 维吾尔族的人口不断的增加 这怎么可能是种族灭绝呢 还有到中国大陆的二级城市 那这些西方人也感到非常的惊讶啦 就是人家连二级城市都有高铁可以做啊 对不对 那高铁站都是盖得颇有规模啊 人模人样的啊 我实际上刚过很多这样的影片啊 因为最近真的就是一大堆西方人啊 包括欧美纽澳 就拍了一大堆YT啦 就是影片啊 就直接PO到YT说 原来中国是这样 我都被我政府蒙蔽了 这种影片一大堆啦 你说这些人是拿中国政府的钱 我才不相信 不可能嘛 有一些就是背包客啊 他就自己丢了 这个其实跟台湾那个钟明轩是一样的啦 钟明轩是不是个网红嘛 然后他去大际道路拍网红影片嘛 然后他就觉得他在中国不错啊 然后他就讲说他喜欢中华文化啊 他就回来被海卡啊不是嘛 我觉得大概是类似的效应啊 所以中国大陆政府让这些人免签啊 真的很聪明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欧美纽澳的年轻人是很喜欢 背包客到亚洲旅行啊 那很多人都会去东南亚到处走走看看 日本韩国甚至印度走走看看 那因为中国不用签证嘛 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想说 那我顺便到中国一个礼拜 就是这样啊就是都是这样的性质 他一开始都不是为了中国来的 他可能是到东南亚 比如说到泰国啊 到越南啊到马来西亚啊 旅游嘛 他觉得时间还够 然后就飞中国一趟 因为不用签证嘛 他就感受到了中国的发展嘛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聪明的政策啊 你如果有底气 有自信 你不用怕让人家看嘛 事实上我在我的直播我也公开讲啊 我说民进党就是最害怕让支持者到大陆走走看看 他可能回来之后就发现民进党都在骗他啊 就是 越多台湾人去大陆 回来一定会 对两岸会有不同的想法 因为台湾目前为止去过大陆的 占总人口只有40% 有60%没有去过大陆 我跟你讲你只要去过 你一定会改观的啦 因为人就是这样的动物嘛 你眼见为凭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聪明的啦 这个就是 中国大陆自己做大外宣还做不出来 那结果这个让 欧美纽澳的这些年轻人 用眼见为凭的方式 他反而 传播了最真实的东西啦 这个 这种大外宣 政府做不出来的啦 做不出来的啦 兵一一礼啊 亮哥深圳行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 这个我在我的直播 我们的亮哥行脚已经播出了 有包括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 我去比亚迪 还有大江两家公司的参访 你可以到亮哥行脚去那边看 郭占亮频道的亮哥行脚 还有跟三妹 在深圳的这个 刚下北 这个地铁站 就是深圳之眼这一站 我们去那边做了一个Vlog 那也包括在周边逛街啦 喝了饮料啦 用了他的充电站啊 然后也包括到餐厅吃饭唱歌等等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那有关比亚迪 我想考虑一下啦 我搞不好会针对比亚迪来做一支影片 就是 因为这家公司真的让我烫为官职 知道大江也是啦 这两家都是了不起的公司啦 那我参访 因为我是整理了一些影片 这个就是去那边走一趟嘛 可是要深入讲解 还是需要做一点真理啦 因为我以前常常研究个别的公司啊 所以我可能会找机会来做这个部分啦 因为其实搞不好我还可以创一个新的专区啊 就是有关个别公司的考察啊 因为我以前常常做这种事情啊 Oh you Jesus Oh Jesus 亮哥 台湾怎么样才能够建立农产品期货及选择权的市场 使台湾的农产品多一个管道来避险 保障农民收益 请农业部会同其交所 在现有的台湾期货市场上 上架农产品项目 会不会比较快速有效 这对农民的生计很重要 扣线答复 我的了解是这样啦 因为我以前都在财政委员会 我们台湾的保险公司没有这种商品 它现在正开始做 可是只能够针对部分的农作物 据我了解目前是针对某些水果啦 因为每一个农业产品 它有不一样的生产周期嘛 那有不一样的天然灾害 比如说地震会造成多严重的结果 大雨雨量要大到什么程度才会受害 那虫害等等 那它会列出一些项目 然后来做它发生的几率 因为保险产品都是这样啊 那我们台湾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 对于个别的农产品的研究不过深入 所以呢就没有能力来推出 比如说我随便讲水稻 水稻坦白说这个东西在东南亚 是有很成熟的避险商品 这个做的最明显的就是奥地利 奥地利那家保险公司叫亚利安 Aliance 事实上他就到我的 我那时候当立委啊 他到我的办公室来做报告 就跟我们讲他在大陆在东南亚 推出农产品的避险产品的经验 那这个需要什么呢 需要对这个农产品的生长周期 还有可能受到天然灾害的各种数据 而且要有历年的统计 你才能够去推算你所面对的风险嘛 那保费要缴多少嘛等等等嘛 可是我们台湾这方面实在是太弱了 因为我就听他跟我讲这个亚利安的报告 让我叹为观止 就是东南亚比如说泰国啦 马来西亚啦还有中国大陆 他对农产品个别农产品喔 水果啦水稻啦一大堆都分开到 生长的各种数据啦 各种统计啦每年啦每月啦 受灾的频率啦损失多大啦 他们都有完整的数据 这个没有这样的数据 我们的避险产品是做不出来的啦 所以这个部分坦白讲台湾真的是要多努力啦 据我了解国泰 国泰产险有推出产品 富邦产险也有推出相关的产品 可是都太少了 他都只有针对极少数的农作物 提出这个东西啦 这个是我的了解的部分 Link Viewpoint 7155 沈富雄大言言言说 习近平最重要目标是2049 达成中国登顶全球第一 在此之前不会发动台海战争 与他的研判完全一致亮哥如何看 这个简直开玩笑吧 让人这样分析政治 这个我跟你讲啦 这个 2049是中国大陆的Dent Line 叫做统一的Dent Line 可是中国大陆不可能之前都没有布局啊 所以一般是认为啦 我们讲的2049叫做Dent Line 因为那个时候他建国100年吧 那他要完成统一大业 那你要完成统一大业之前 就要有一些趋势要越来越明显啦 所以基本上 我认为中国大陆多多少少在2035左右 就是从2024到2049的中期啦 大概2035左右 基本上就要确定两岸是要统一了啦 那个还没有真正统一啦 可是 那个统一的趋势 他一定要抓得相当明确 这是一点啦 就是 任何大国跟 这个周边的这些地区要做整合啊 他不可能是随性所来的啦 不可能啦 他之前一定会有规划的 那第二个就是 中国大陆怎么知道 台湾领导人会做到什么程度 那你怎么知道美国会做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 如果美国要台湾做什么事 严重跨越中国大陆的红线 那中国大陆就非出手不可啊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一种论点啊 说 未来25年 台海无战争 这个是想的太简单了啦 这个 事实上真正的大变数是 民进党的领导人跟美国啦 就他们会不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 让中国大陆认为 这些动作如果做了会造成未来统一的 极大的困难 那中国大陆就会出手制止啊 那制止的过程会不会插枪走火 没有人知道啊 所以我觉得 不能这样讨论问题啦 你只能够 我了不起就是说 赖清德这一任 未来四年 会不会发生相关的事 那坦白说赖清德就是堵啊 他认为不会啊 所以他就越做越大胆 那可是 赖清德的判断可能是错的 他大胆到了一定的红线 那中国大陆就回首了 可能就是这样啊 之后 坦白讲这个逻辑只要启动 你要再 这个是不可逆的啦 你就拉不到原来的那个点 就是这样啊 比如说你硬要搞 把两国论放到就职眼说嘛 那中国大陆联合力舰 2024A就浮上台面了嘛 他就跨越中线了嘛 而且越来越近逼嘛 你没有发现吗 不管是海或者空 他开始限缩台湾的执法的区域嘛 那未来 甚至会把他的内政的执法权 直接适用到台湾啊 这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啊 那你说这个等不等于战争 如果台湾抗拒 就可能就发生军事冲突嘛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觉得 要这样具体分析 比较实在啦 事实上我很少分析政治 在那边随口说啦 说10年内不会怎样 20年内不会怎样 我觉得政治不能这样分析啦 政治我了不起 我连赖金德四年我都不敢这样讲 我就只能够跟你讲 大概一年内 一年内 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签订 沙特如果不跟美国签安保协定 难道不怕美国在沙特搞颜色革命吗 这个重点是沙特跟美国签安保协定 有什么用啦 因为以目前来讲 当初他会跟美国签安保协定是因为伊朗嘛 因为伊朗革命是1979啊 那什叶派跟这个顺利派关系非常不好嘛 所以安保协定从1979年伊朗革命到现在 已经45年了耶 那现在沙特跟伊朗要和解嘛 所以他的安保协定已经没有必要啦 而且沙特在这个40几年当中 也陆续从中国买了很多先进的武器啊 比如说东风系列导弹啊 那最近可能还要买军舰 所以已经不可同志而语啦 所以我认为沙特跟美国的安保协定 会越来越不重要啦 而且小沙特曼啊 就是这个新的王厨啊 这个MBS啊 他大概也知道你跟美国签安保协定啊 那CIA就永远都在你身边啊 你受得了吗 所以我认为他应该会减啊 减持跟美国的关系啦 因为他是一个蛮有独立自主想法的人啊 我说实在啦 而且目前他的武器已经到了一定的级别嘛 所以小沙拉曼我不认为他会想被美国控制啦 我并不认为是这样 这个LINE5858 请问亮哥根据外电报导 若台海爆发战争 SML跟台积电可以远距停止EUV的运作 是否代表一旦发生军事冲突 半导体战不再是护国神山 我跟你讲啦 这个 如果台海冲突 然后中国大陆占领了台湾啊 那美国就可以立刻切断 对台积电的制程设备的供应啊 知道不是只有ASML啊 还有应用材料啊 Apply Material 那美国的公司啊 还有各式各样的EDA的提供啊 各种软件啊 你台积电到时候要运作本来就是很困难 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没有在期望这个啦 我对中国大陆的了解啊 他如果真的要武统台湾 他绝对不是为了台积电啊 你不要傻了啦 哪有人为了台积电在武统啊 他真正担心的就是台湾变成美国的棋子啊 然后在美国的主导下 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事件 所以他必须制止啊 比如说台湾如果要发展核武 中国一定打 发展核武就完蛋了不可逆嘛 台积电又不是武器 我不认为中国大陆会是这样思考啊 或者是比如说赖清德宣布 独立建国啊 那就是不可逆了嘛 所以我认为基本上还是军事的事件 比如说美国把核武把核弹搬到台湾 或者是赖清德在政治上宣布修宪 宣布独立 类似这种事件 而不会是台积电啊 我不认为啦 美国并不认为 台积电他是不能处理的啦 了不起就是领走钱把它炸掉啊 因为以前瑞典就干过这种事啊 瑞典在纳粹要打进瑞典的时候 他把他的钢铁厂炸掉啊 干过这种事啊 所以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啦 所以我并不认为 这个美国跟中国真的在对抗啊 有关台湾的统独啦 会考虑台积电啊 我不认为啦 这个想的太天真了啦 这个国与国的战争怎么可能去考虑 某家公司啊 不可能啊 还有就是这个战争打多久 如果打的时间很短 你美国要 直接要控制台积电那也不容易啊 所以我是觉得 美国考虑的不是这个啦 美国当然会希望台积电越多 布局到海外 对美国的利益更好啦 比如说 美国现在在美国凤凰城 提供的工业园区啊 他就准备了六座 就台积电希望 能够搬六座到美国 这个Arizona的凤凰城区 那日本 已经有两座了嘛 那未来可能还有德国啊 所以 我觉得美国做的应该是这一类的事 这个Alan0612 亮哥 未来可以说 这些心理学大师 弗洛伊德 荣格 阿德勒 阿德勒 阿里克森 等人的理念 如何应用在生活或投资上面吗 谢谢 你这个大灾问啊 你这样问很难回答 因为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大师啊 这个应用在生活 比较 比较可以理解 应用到投资太远了啦 这个 要应用到投资 但是我看你多读一点理财的书比较实际啦 心理学 心理学 顶多是 影响你的投资心理啦 让你不要冒进啦 那 如何去调节你投资的心态啦 不要太贪婪 不要太慌张 这一类的 如何维持你投资的纪律啦 那至于在生活上的运用各有所长啦 说实在 那以台湾来讲阿德勒是比较有名啦 因为阿德勒就是 我们叫积极心理学的主师之一啦 就是 这个 让你 勇气心理学啦 那 他有很多书台湾都有翻译啦 阿德勒大陆也是啦 反正后来 心理学里面发展出一门叫做积极心理学嘛 保持向上的心理学啦 那阿德勒是提供了不少 东西啦 我认识很多人都觉得很受用 勇于面对 自己的缺点 那勇于 有勇气来正视自己的状况 这个是蛮重要的啦 蛮重要的啦 这个 LeoGoGo7041 亮哥对2024下半年的全球跟中国经济股市 怎么看 亮哥能在平时节目多讨论点经济议题吗 这个 今年下半年的股市喔 因为有两个变数不可预测啦 第一个就是 这个 美国会不会降息啦 那 美国降息 到底会造成多大的资金 外流到 回流到中国 还有这个日本 还有欧洲 这个你到时候才会知道 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俄乌战争啊 到底还要打多久 这个外界所造成的通膨压力 有没有舒缓的机会 哇 因为 目前看起来特朗普当选机率越来越高嘛 特朗普明年2月1号才能够上任 他上任之后可能第一个想处理的就是俄乌战争 那俄乌战争只要能够迅速进入停火的状态喔 那国际人员的价格一定会 我认为一定会降啦 一定会降 那那个时候 对通膨的影响我们会看的比较清楚啦 至于这个 股市怎么走啊 因为中国大陆 坦白讲这个PMI啊 也不太稳定啦 因为这个牵涉到国内市场的订单 中国大陆现在对国外市场反而比较有信心啦 对外贸易 出口的订单反而比较有信心 那对于内需啊 对于内需一定会联动到PMI啊 就是国内的制造生产 这反而没有把握啦 主要的原因就是 房地产 房地产的这个灾难啊 那导致了消费变得保守 这个我们广义讲叫做 房地产的销售辞滞啊 造成国内的流动性变差 甚至有些地方房产是大跌啊 那当然就会造成有一些人心理不安啊 那决定消费要保守一点 这个心理状态到底要什么时候才会有明确的改善啊 我现在真的是看不出来 因为这个政府也没有做够大的动作啦 所以我认为力度还不够 那就会继续僵持在这里 这个Alan Hsu 7636 请问亮哥如果两岸能够和平统一 台湾的房地产会朝向跟香港一样高价吗 最好不要啦 坦白讲啊 这个即使能够和平统一 也不表示大陆的钱跟资金可以无限度的涌向台湾啊 这是两件事啊 因为所谓统一基本上只是在 国号啦 或者是共有的象征齐之啦 军队管理啦 这个要取得一致嘛 外交也要取得一致嘛 不一定表示大陆的人可以自由移民啊 自由流动机资金啊 当然不是这样嘛 因为如果是这样那香港各种钱早就爆了嘛 各位所以显然 中国大陆对进香港的钱还是有一定的管理 那台湾更是如此啊 因为台湾的房子对很多中国大陆的炒家来讲 真的是便宜到爆啦 所以我认为 到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 要来这个反对这样的事情啦 就是 两岸资金的 尤其是投入房市的资金 你如果去投资股市那大家没意见啦 投资房市 然后顺便 来进行房地产的炒作 我看这个一定会做一定程度的限制的啦 因为 香港也是有限制啊 所以不可能啊 不可能飙到像香港的楼房这么高价啦 因为飙到那里那台湾 年轻人大概也要造反 这个赖5858 呂秀年在他书中有提到 只要转个弯换两个字 双方各退一步就能够理顺两岸关系啦 用一个中华取代一个中国 用两岸统合取代两岸统一 中华一直是指共同拥有中华文 血缘与文化 想问问亮哥的看法 这个 把两岸的关系理解得太容易了啦 中国大陆要的不是中华文化啦 他要的是中华民族啦 这个概念显然是不一样的 这个中华文化那现在就是啦 我们并没有去排斥中华血缘跟文化啊 没有啊 民进党有些人也不排斥啊 他在乎的是中华民族跟一个中国这些概念嘛 所以为什么民进党不愿意承认中华民族 因为中华民族必然会导向统一嘛 这逻辑上是同一个概念嘛 你既然是同一个民族 那就很容易成为同一个国家啊 所以我觉得吕修莲这个是把他想的太简单了啦 还有两岸统合 举代两岸统一 这不是 咬文绝治的问题啊 什么叫统一 统一就是没有两个国家嘛 这个才是重点嘛 所以你是不是一中嘛 有没有一个中国原则嘛 这种东西是 清清楚楚的啦 不能打马虎眼的啦 你说啊呀 我们继续维持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我们反正 就在两岸统合啦 那问题是统合之后 在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上 有没有新的机构啊 或者你这两个国家 有没有一些不必要的默契啊 那知道有些事情要一致啊 比如说外交要一致啊 军事要一致啊 有做到这个程度吗 不然你还继续当美国人的旗子 这个中国大陆怎么可能接受 所以我跟你讲啊 不要以为中华文化 就可以取代中华民族啦 那也不要以为 两岸统合 这种不清不楚的概念啊 就可以取代掉两岸统一啦 这个两岸的问题 其实是一翻两瞪眼在那边啊 并不是你这种模模糊糊的概念 就可以把它盖掉了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啦 这个James Liu 2052 美海军称亲自送补到仁爱礁上的飞军 请问中方将如何应对 如果你是运补粮食跟水 本来就没有问题啊 重点是你是不是运大量的建材啊 我认为美国不可能去介入这种事啦 因为仁爱礁 这个对美国来讲议题太小了啦 对他来讲啊 自助一个礁 而且这个地方有一连的士兵耶 菲律宾的啊 你美国运补之后那下次呢 你运补了不起吃一个月吧 那下个月怎么办 都有美军吗 不可能的这样做啦 我不认为美国会这样做啦 这个 因为他知道他如果这样做 就早晚要跟中国的军舰杠上了啦 洪业若我星期末十一 亮哥对卢沙野大使 台湾是叛乱政权有什么说法 我觉得卢沙野如果是针对赖清德政府 说这是台独政府 所以形同叛乱政权 这个我可以理解 就好比董军嘛 那个中国大陆的防长董军在 香格里拉论坛也这样说啊 他说我们面对台独武装不会宽戴 董军用的概念叫台独武装 那卢沙野用的是叛乱政权 这个前提都是台湾政府已经变成台独政府 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呢 如果台湾政府现在是 假设是马英九时代 那他接受一个中国啊 那他也接受九二共识啊 那你说马英九也是叛乱政权吗 也是台独武装吗 我跟你讲你如果这样理解啊 那选国民党跟选赖清德有什么差别 你这等于是帮了赖清德大忙你知道吗 赖清德就是这样的讲法啊 台湾 除了这个统一促进党之外 全部都是台独啊 那你如果卢沙野说 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执政 都是叛乱政权 那你的讲法跟赖清德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不认为北京中央政府会是这样的意见啊 我觉得不可能啊 有可能是说未来对台独政权 就定位他是叛乱政权 这个有可能 台独武装或者叛乱政权 可是只要路线有修正 跟大陆还是要朝向统一的方向 那我不认为中国大陆会这样理解啦 不然你都理解为叛乱政权 那就是汉贼不两立了嘛 那汉贼不两立两岸也不用交流了 反正都一样啊 不是吗 regrade pay 日前以色列时报报导 根据追悉民调有超过六成以色列人民 希望纳坦雅胡下台 请问亮哥是否可以成真 感谢回答 我认为哦 只要纳坦雅胡停止战争 那他就挂了啦 那正因为如此呢 所以他会继续把战争打下去 包括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 那只要战争继续打 那纳坦雅胡就可以继续成立 这个战争内阁啊 那他还是总理啊 所以我认为哦 如果以色列真的结束战争 那那个时候我们才会看到以色列的民意啊 真正的崛起来要求 纳坦雅胡要换人做 可是如果没有结束战争 坦白说这个议题啊 很难浮上台面啊 因为纳坦雅胡一定会说啊 我们国家正处于危难当中啊 你还叫我下台 那你是要干嘛 你要动摇国本吗 所以我认为 如果战争没有结束啊 那你要纳坦雅胡下台 要成真 我认为是很难的啦 除非美国出手 然后 那个建立了一个新的代理人 就是比如说以前是干支嘛 对不对 那才有 就是倒阁啊 透过倒阁让纳坦雅胡下台 可是目前 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在积极做这样的事情啊 化眠人静风停留 请问亮哥 拜登有没有可能因为健康因素退选 如果特朗普胜出 在正式上任之前 如果判刑定业要坐牢 到时候是不是要重选总统感谢回答 拜登目前看起来没有要退选 而且家族全力支持他 那奥巴马跟克林顿总统也支持他 那目前传出来的新闻是 希望7月能够确定人选 特朗普如果胜出啊 在定验 上任前定验要坐牢 要不要坐牢 我跟你讲啊 不可能那么快啦 因为特朗普如果当选是 今年投票11月7号就知道了嘛 然后他2月1号就上任了 所以除非有一些判决 是连上述机会都没有 那立即说特朗普有罪要关押 否则特朗普只要拖到2月1号就可以了 2月1号他就行事豁免了 所以我基本上认为 不会了 特朗普如果当选 就基本上就是行事豁免的总统了 一切要等他卸任之后再说了 大概是这样 好啦我们今天很高兴啊 来回答我们总共有17个问题 感谢各位网友的踊跃的提问 那我们还是一样 希望大家踊跃提问 每个礼拜我们再来逐一的 有系统的直球对决 来回答各位亮友的问答 今天节目到这个地方感谢各位 您的喜欢画策 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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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